就是我跟房屋一完全都是因为误会 渣男 渣男 赵玄 你小心说话 你最没自可说别人 你扯那么多老婆 你说别人 我为什么要哭 我哭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 我打死了 打死了 打死了 着实没想到藏玄从剧里到剧外一直记恨着土山姐 演艺里上也是贡献了不少章马名场面 看来也是被小妖被土山姐一次又一次欺负的伤心洛雷而生气 不然张婉一也不会忍不住在邓卫解释的时候大骂她是渣男 而显然邓卫也是彻底入戏了 有点难过土山姐放弃了小妖而取了防风依依让小妖失望了 不过虽然姐没有辩解什么但邓卫可是不能忍受被张婉一骂 毕竟藏玄自己娶了九个老炮可是最没有资格说土山姐渣男 而没想到的是杨子居然也为邓卫说话让张婉一闭嘴 这个差点没把弟弟邓卫了开花 不过两位主角也不用再纠绝谁是渣男了 两人都是半斤八两 后期一个喜当天小妖直接嫁给二婚男人 一个娶了九个老炮还要利用妹妹连姻巩固失利 还是咱向柳大人比较纯粹 一心一意守护咱小妖最好 是该做手渔翁之力的 就是苦了咱祥斯洞们还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些高能情节了 不过好剧也是值得大家等待的 大家说是不是呢